还有几十分钟咱们画个图 说一下它的关系吧 好吧 其他一些操作咱们就周五再讲吧 好 关系关系怎么说 你们想一下咱们这个关系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好吧 直接在这写吧 然后什么 首先咱们说咱们这个就是一个H-Base 是吧 反正什么 咱们刚讲完H-H-Base H-H-Base咱们说它是一个什么 是吧 H-Base是一个什么东西 H-H-Base是一个数据库吧 对不对 那什么叫数据库 反正什么跟数据库是吗 我也不知道不好说 是吧 什么跟数据库等于什么 就好像是有着 跟 MySQL 一样的 是吧 一样的什么 一样的功能的东西 真的是 确实我觉得我就知道这个这样的一个什么这样的一个数据库对吧 其他的我确实不知道就这样吧 有一样的功能然后什么能实现什么实时的读写管理数据吧 对吧 实实在读写管理数据吗 这个东西是什么 主要在于管理吧 数据库嘛 重点就是管理数据 好 这是咱们这块的一个简单的说法 对吧 那数据库什么 你就直接说是能够读写管理数据就OK了 主要功能就在这两块 读写管理好 那这个咱们来看一下 那咱们说咱们在MySQL 咱们管理是采用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呢 是吧 采用什么结构 这个放上面吧 关系数据库 还是Base咱们说了什么 key value key value这样的见值对的数据吧 对不对 所以它的数据呢 是这样的 是吧 假设咱们啊 咱们有个表 那表里面成数据怎么成的呢 就这样成的key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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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吗 数据就这样成的 一个key一个value一个key一个value 好吧 就这样实时代的成继续的 好 这是咱们这一个 那然后咱们回过头来咱们来看一下 MySQL是怎么成的 是吧 那你既然数据库必不可少的 要跟我的MySQL做个 做个比较吧 对不对 做个比较 咱们说MySQL也是什么 也是一个数据库 哎 我的性能也比较强大 我也什么 能够实现你的实时的 读写数据吧 对 实时读写数据 那但是咱说MySQL咱们是采用什么样的结构 省处数据的 对吧 是不是吗 也是表嘛 但是咱们这个表呢 我先是不是固定了你的结构吧 对吧 你是不是什么 有什么列已经是明确的 是吧 有几个列明确的 然后呢咱们数据什么 对定的就是什么 每行数据咱们对应的就是按照你的列来 来省处吧 对不对 什么ID 然后什么内幕 哎 是吧 内幕 然后什么 什么 A级啊 不管了 是不是就这些 对不对 就这些 好 那是什么 咱们首先咱们说咱们卖这个数据库 你首先你必须得把我的表的关系给建立起来吧 对建立完了之后是什么 我是不是往你的一个一个列里面填充数据吧 对 直接填充数据 好 这是咱们的结构上 咱是简单的这种的区别吧 对不对 咱们A级别是咱们说什么 它是不是什么 可以扩展吧 你有多少个列 咱们预先不用定义好吧 对不对 预先不用定义好 然后什么 随着你的需求的增加 我可以动态的在里面增加我的列吧 对不对 增加列 好 那这是这块 然后什么 那然后再介绍咱们从咱们的陈储的方向来说 那咱们说 Rxbase 咱们陈储到哪呀 Rxdms 对吧 Rxbase 咱们这种咱们都是陈储到咱们什么 Rxdms 就叫持久化吧 是吧 持久化到咱们什么 Rxdms的分布是文件系统吧 对不对 那咱们是怎么持久化的 咱们说是持久化咱们的文件系统 那持久化它是什么 是不是调用你的 Rxdms的什么 客户单 这个数据咱们说它是持久化到哪 本地 本地本件吧 对不对 Myshackle持久化 好 好 这是什么 同样持久化到什么 那持久化到咱们什么 Myshackle的安装 是吧 所在的什么 所在机器的 呃 叫什么 本地目录吧 是吧 如果数据我就持久化到我的什么 本地目录中吧 对不对 那他这个东西他怎么持久化 是吧 怎么持久化实际上什么 一样的吧 调用的什么 本地文件系统 API吧 对不对 就咱们前面说的什么 什么imput output 所以咱这些output的使劲嘛对 输出流嘛 落地到你的什么 本地文件吧 对 落地到本地文件 好 这是咱们这一块的 那然后再接着咱们就来看一下 下面的呢 是吧 而且被是咱们是这样的吧 对 而且被是这样的 那然后 咱们的还有呢 想一下害物是怎么着怎么的 对吧 咱们先不管害物是当什么 先来看一下咱们的MapDios 咱们是怎么执行的 对不对 MapDios它使用什么 就是OK 是吧 这边咱们假设 这太大了 换一个小的吧 是吧 咱这边是不是有个MapDios程序 是吧 MAR程序 对不对 那然后再接着什么 什么咱们这边还要有一个什么呀 是这里还要有一个HDFS的 存储系统吧 对不对 HDFS 然后好 那咱们说这个MapDios 咱们要什么 要执行咱们的计算 比如说咱们前面说什么 什么流量啊 或者咱们 共同好友啊 都可以吧 对不对 不管你是哪个MapDios程序 好吧 就假设什么 共同好友 对吧 共同好友 共同好友 你们写了吗 没写了吗 答案我记得 我都应该发给你们了 那个代码里面没有吗 没有 等下我发给你们吧 反正打开代码在这里 可以好发 好 等于假设就是MapDios 咱们什么 完成的是这个 共同好友的计算吧 对不对 那咱说共同好友尝试的吗 实际上是一个什么content啊什么什么的 那这个先不管 那MapDios程序跟咱们的HDS它有什么关系 对MapDios跟HDS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吗 有啊 当然有关系吧 对吧 我要处理数据我不在你的HDS上吗 对吧 对吧 我这输出结果我不也在你的HDS上吗 对不对 那实际上什么 实际上就是说好 你调用你要执行我的程序 那你要怎么做 那简单吗 对吧 你要什么 这个程序里面你要乘入一个参数 是吧 乘入一个参数 然后什么 好 乘入个参数 这参数呢 就是咱们的什么 咱们的位置吗 对不对 然后什么 比如说斜杆往外的count 然后下什么 input 对吧 是不是咱就这样一个目录吧 乘入这个目录吗 对不对 然后好 再接着 是吧 你这个maple use程序执行完了之后 你是不是得给我什么 得给我输出一个目录吧 对 输出一个 然后什么 那这个也一样 什么斜杆往外的count 下什么output 是吧 然后下面输出多少个文件 我不管 对不对 咱是不是就这样的 是吧 好就这样的 这是咱们的mr 那咱们的害物呢 对 咱们害物跟他又有什么关系 嗯 对 对 咱们前面讲害物的时候咱们其实讲过 害物实际上就是一个壳是吧 害物就是一个壳 害物就是一个壳 那咱们壳的话 它是什么 连格说咱们就是什么 害物就是一个工具 那这个工具能完成什么功能呢 对不对 完成什么功能呀 这这个功能实际上是什么 它是帮你写map 你丢死神器吧 对 对 帮你写个map 你丢死神器 然后什么 他并且还要什么 而且 帮你 提雕运行吧 对 对 这就是咱们害物的功能 明白吗 把咱们什么 实际上就是把咱们的 cycle 转换成map 就是把对不对啊 那这个东西咱们来看一下 那什么 那这整块咱们就应该是什么样的整块 对吧 刚刚在这里说了哎 你的map就是咱们是什么 一个输入 一个输出吧 这是他跟咱们的SDF的关系吧 对 那咱们的害物的关系是什么 害物跟SDF的关系呢 是吧 还有咱们首先咱们这里说了 要帮你写这个 并且还要帮你提交运行 对吧 提交运行的时候是不是什么 你也要把你的 输入 把你的输出 告诉咱们的什么 所以得告诉咱们的map的优势 对不对 那你要告诉你怎么告诉 对吧 你怎么告诉想什么 所以咱先 在害物里面咱们先就要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数据的映射吧 对不对 还有我的表跟你的目录 之间做一个映射吗 咱是不是说了创建表的本质是什么 创建表的本质不就是创建目录吗 对不对 这个目录不就是我的什么 输入目录吗 是不是这样的 对不对 好 那所以什么 那这边咱们就是做映射第一步 是吧 映射咱们怎么做啊 是不是来个什么 好 来个什么clitter table 然后衣服什么的 我就不管了对吧 有什么 好友的话 来个t friends 可以吗 对 然后里面呢 是不是给你什么 给你来自弹 比如说什么 咱说是person 是吧 应付吧 对不对 然后什么使劲啊 然后什么friend啊 是不是再来个什么使劲吧 这里应该是一个friend是吧 对不对 反正不管他什么 对不对 然后再叫什么 那映射你是不是也肯定要什么 指定我的解析规则吧 所以一行数据我什么 成熟在你的文件里面 你得告诉我怎么去解析它吧 对不对 至少你得让我什么 让我把这两个字弹 能解析出来吧 对 能解析出来 让什么好 low format 让什么 然后什么delimit 好吧 需要的我就不写了 是吧 就不写了吗 然后再加呢 咱说什么 如果说你这数据已经有了 咱们是不是还要来一个什么 location吧 是吧 我指定我什么 指定我的走开线的位置吧 比如什么啊 斜杠 什么叉叉叉 外的 看他吧 下的 然后什么input 我说指定一下这个路径就是我的表的 目录吧 对 好 这里有什么 这里就直接这样 OK了吧 是这样的也来我什么 来这个怎么是这个点呢 先不管他吧 所以这样一来我就 建立好了我的印射关系吧 对 建立好印射关系之后咱们再接着怎么做啊 是吧 计算计算咱们怎么做 所以在这里来一个什么 好 在这里来一个 select 是吧 比如什么 那个person 是吧 假设吗 然后什么 counter 1 from 你什么 T-Fland Fland Fland 还是Fland Fland 是吧 好 我就要什么 统计一下 你是什么 每一个用户有多少个好友可以吗 是不可以 对吧 先不要管我写的预计是什么 对不对 我就是什么 咱们就有个这样的指标 是吧 我就有个这样的指标 然后我要统计 对不对 那这样一来什么 我是不是这个东西我就直接写成这样的 对吧 那表示什么 咱们想想 Floom Floom是不是表示你的输入 对吧 T-Fland 然后放点 印射 是我的这个location 对不对 所以当什么 Mapdus里面的 input 对吧 那如果我要输出呢 是吧 输出怎么做 说这什么 insert into 哪来的select 是不是 insert into 哪来的 比如说你来个你扎的表 可以吧 说我把什么 我把我这个计算结果 说写录到这个 这个表里面吧 是不是这东西就是你说说什么 输出吧 对 他也是一个表吧 一个表对应什么 对应咱这个吧 WriteCount output 是不是这样的 对应的就是我什么 WriteCount output 那好 那这里面咱们什么 那他就是怎么样去做 想一下他怎么做 是吧 害物他怎么做 是吧 使用什么 害物主要的东西就是使用 Sircle的语法吧 Sircle语法 对吧 这个语记不就咱们什么 不就咱们的 语法吗 对 使用Sircle语记 然后呢 他是这边做什么呢 注意是吧 他说这边哪一个什么 咱那些什么编译器啊 然后什么解析器啊 优化器啊 执行器啊 都做什么 分析语法吧 对 把它分析成语法 反正什么 词法分析 语法分析 语意分析 是不是都有 对吧 分析完语法之后咱们再接着 要做什么 分析完语记之后咱们什么 简单嘛 主张成什么 所以将它主张成Map 你就是 程序吧 对吧 主张成Map 理由程序 那主张完之后咱们再做什么 所以这边咱们就有个什么 亚平台吧 对不对 出来了个亚平台 然后什么 那这个就简单嘛 然后什么 把这个主张的Map 理由程序我就什么 提交 运行吧 提交运行 提交运行 咱们这块就没有什么提交是什么的 不要了 对吧 那什么 那这边是不是也一样 咱讲什么 这里面是不是就有个 Map理由程序吗 对不对 Map理由程序 好有 好有数量 好有数量 对吧 咱们假设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功能吧 对 它是什么 输出提交过来 咱们就在你的押金上面 去把你这个什么 支援叫包 对吧 架包吧 说什么 分到一台一台的机上 去运行吧 对 但是咱们说每台机器 我都是什么 每台机器 我都是从这个目录下面去拿数据吧 嗯 是不是Map的程序吗 咱说都从它里面读数据吧 分片吧 对吧 一个分片相当于什么 一个Map踏实个吧 好吧 一个Map踏实个 好 那这是什么 那这样一来咱说这块实际上就是你的害物的作用 那咱们总结一下害物里面实际上是什么作用 是吧 害物的主要功能咱说是什么 用来干什么 用来做数据分析吧 它就是用来做数据分析的 这是什么害物的功能 那但是它是怎么做的呢 对吧 咱们前面讲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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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实际上咱们说大数据的分析实际上是利用Hadoop激情来处理吧 对 那这个咱们来看一下 那是什么 那就是把利用Hadoop做数据分析的什么 数据分析的方式由自己写 咱们什么 由啊 对 对 由自己写Map的就是程序变成什么 变成害物 那是什么 工具 然后干什么 根基 咱们的cycle 语法 自动什么 三层 Map 你丢是吧 对吧 自动三层Map的就是这就是咱们的害物的功能 对吧 还有我就做这个事的 对 对 你什么你输入cycle 我给你输出成Map的用 好吧 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到什么 害我咱们想想 跟Map的用是有什么关系 对 害我跟Map的用是有什么关系 对 Map的用是什么就是咱们的害物的底层气动吧 核心吧 计算其中吗 对 那跟HDL是什么关系 跟HDL是什么关系 是吧 而且是什么 存储它的数据吧 对 不管你是输入还是你的输出数据 都是由HDL是来存储吧 对吧 那好 那然后咱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HBase 跟HDL是又是什么关系呢 对吧 HBase咱们刚刚说什么 实际上咱们数据同样是持久化到HDL是文件系统吧 对不对 但是咱们要注意咱们的格式 对吧 HDL第二是什么 HBase咱们存储的格式跟害物一样吗 对吧 害物里面是什么 一个文本文件是不是就搞定了你 对不对 那HBase它是怎么做的呢 这个咱们注意 HBase聊什么 详细设计 设计之后的格式 这是咱们的什么 咱们的一个层储 那么它层储的里面咱们前面说过 包含了你HBase的管理理念 那么数据里面实际上是包含了你什么 包含了你的理念的 那这个格式呢它是什么样的格式呢 第一个是数据 对吧 第二呢 带所以 那么key value key value 咱是说过key value key value它是什么 就是你每一个key value key value它都要有一个偏移量 没有 起始偏移量 我就可以什么 直接来找到你的某一个key value吧 就像你的lowkey 我可以直接找到 好吧 那第三个呢 什么 注意带指针 是吧 所以嘛 是不是什么 你是不是要什么 快速的找到我的某一个key value 我必然是需要什么 需要指针指针的这种机制吧 对 移位 好吧 那第四个呢 注意 咱们还要什么 带教验 明白 主要数据呢 我要什么 我也有什么 md5教验啊 什么crc教验啊 反正的数据我要什么 自己能够教验我是否正确吧 对 要就能够教验我是否正确 好 这是咱们的hbase的 二进制文件 好吧 这是咱们的hbase的成熟的格式 就这样的 把它拖 拖过来点是吧 好吧 就拖到这里吧 这是咱们的hbase的成熟 就是文件里面 它实际上的格式是这样的 带数据 带索引 带指针 带教验 当然还带其他的东西 包括什么 比如说你的数据类型 对吧 咱们前面是什么 看一个hbase文件 其实你看到什么 什么text 然后什么steam 然后什么 各种的数据类型 对吧 浪印 咱们其实都有啊 其实都有 那这个呢 就咱们的一个整体的区别 好吧 hbase 害物 然后什么 hdfs 它的关系 对吧 就是什么 hbase 咱们什么 成熟是依赖于你的hdfs 是吧 对不对 那害物呢 害物就是什么 两头都依赖吧 对不对 害物的什么 成熟是依赖于hdfs 是计算的 依赖于咱们的 map 你就是吧 对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概念性的一个东向 这个呢 咱们也稍微的记住一下 好吧 那这就是什么 hbase 这就是害物和hdfs的关系吧 好吧 和hdfs的关系 那这个 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吧 好吧 别的就 周五再讲啊 周五就是 你们也得一个什么 一个是收尾性的 好吧 收尾的工作 然后 当然这里咱们有一个那个 好吧 好吧 今天练习是这个pag filter 然后我待会把那个 map deuce跟hbase的结合的代码也给你们吧 到时候周五咱们这块就不写代码了 好吧 你们先看一下 因为这个咱们其实也说过 其实后面呢 咱基本上也不会用用mr来操作咱们的 做咱们的分析 hbase咱们是可以跟害物结合的 好吧 说下面的 呃 总的东西呢 一个就是 害物 和 害物和hbase的结合 好吧 这是咱们的一个主要的部分 咱们什么 mr和hbase的结合呢 到时候咱们周五的时候咱们就会直接做一个总结性的一个东西 好吧 代码呢 我就直接发给你们吧 然后你们自己可以啊 明天周四嘛 可以看一看好吧 然后这是咱们这两块的 然后再接着就是什么 才是前面说过的二级索引 好吧 二级索引是咱们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应用啊 比较重要的应用 对 就是什么 就咱们前面说过 哎 我的查评条件有可能不会出现在我的low key里面 但是你什么 不出现在low key里面的查评你的查评效率都低 明白吗 效率低 因为什么不使用low key来查评的话 他一定是前表扫描 对吧 咱们hbase没有分期的概念吧 明白吗 一个目录下面 钱都是吗 钱都给你扫描出来 所以呢 这个咱们要什么 要加快咱们的查评速度 咱们就需要使用这种的二级索引 当然什么 实现二级索引的方法就是咱们的斜处理器 好吧 斜处理器 这是咱们的文档上面是有的 高级的这个 好吧 所以这个什么高级编程这块 你们要看一下 好吧 这块你们看一下 然后呢 再另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low key的设计 好吧 low key设计呢 咱们这个hbase这里面 嗯 在哪呀 应该在这里面是吧 这里面不是这个吗 哎 我的那个那个呢 PPT 哎 我的资料呢 我记得有个资料啊 哎 哎 我咱就被资料哪去了 哎 啊 然后是什么时候被我直接截出去呢 这就有点有点扯了 好吧 这边整合的其实也有啊 咱们也可以看一下吧 而且被说害我整合 那行吧 那等一下我找一下吧 这个应该是哪次直接被我不知道干到哪去了 好吧 好吧 啊 这是咱们这块的low key的设计 然后就是 咱前面说过优化 好吧 这块 就是这些东西呢 咱们最好是 啊 周五上午咱们能够把它给搞完吧 好吧 周五上午把它搞完 然后再接着什么 下午就是咱们的floom 好吧 当然floom咱们其实也要看看官网 好吧 floom就直接看官网了 所有的配置咱们其实都是在官网里面 好吧 都是在官网里面 然后什么 咱们其实上课上咱们就主要讲的是floom的架构 好吧 到时候就是画一个图吧 那这个图呢 图就是在这里吧 应该这里面有啊 架构这个 架构呢 架构呢 高可用啊 这里啊 好吧 咱们稍微什么 你们稍微先预计一下这个东西 把架构直接给预计一下 看看能不能看懂啊 好吧 其他的咱们就没有了 这是咱们 呃周五的预计的部分吧 啊 啊周五做完之后什么周六咱们就是如果floom周五能讲完咱们周六就是死就是什么死故乎对吧 反正死故乎其实 以前讲的基本上都是一节课就把它搞定了 没有什么多大的 多大的那个就是用 好吧 那下午就考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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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